台积电 我个人认为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其实本益比已经超过30倍 所以我觉得股价往下修正的可能性会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对台积电未来的展望 其实是比较偏中性保守去看待的 因为我觉得毕竟虽然说它是一间非常好的公司 资本支出也是持续的增加 但是它存在着有内忧外患的问题 像是说最近不是美国跟欧盟 就是大幅的要提拔这个扶植半导体的产业 所以台积电它本身是具有龙头的地位 虽然是屹立不摇 但是它也出现了潜在竞争者 包含了美国的英特尔也要扶植它做金源代工 它相对而言未来其实无论是美国或欧盟 一些大厂相继的投入这个晶片市场之后 也会造成它的这个竞争者变多 那竞争者一变多之后 当然就是强食这一个这块饼的话 相对就会变小 所以说在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就有这个内忧外患的部分 再加上台湾最近也有缺水的问题 那前几天又有跳电的事件 所以对于台积电而言 它的这个毛利率跟盈利率下降 虽然说是因为折旧的关系 但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 因为它大家对它的预期太好了 所以它只要一个不小心稍微的没有符合大家的预期 就会有一些过度反应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台积电以目前现在的股价在600多块相对 我觉得是有点偏高的情况 那合理的北益比大概就是在20几倍附近 所以我认为说其实现阶段不用贸然的进去追价做台积电 反而是可以等到它回到大概月线附近之后 可以再做进场留意的动作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下个礼拜就是这个选择权跟这个期货 太子期的这个四月份合约结算 那我觉得说指数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波酝酿嘎控的机会 还是有机会上去的 只是说现在我可以发现到就这个台积电的表现 法术会之后的表现来看 其实它没有表现得非常的强 所以表示出其实下个礼拜的重点 我认为说不应该聚焦在电子股上面 那就是反而可以留意像刚刚记者说的这个传产 或者是金融运输等等的股票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最近台湾也有一个逆势突起的一个产业 也是全世界都没有人在跨入这个领域的就是免疫疗法的部分 癌症的免疫疗法 那连这个女股神他都清点说 未来免疫疗法这个治疗癌症的伤机上上成长会有三成以上 那台湾唯一做这一间癌症免疫疗法公司就是六七亿的长盛 我认为说这支股票在近期盘整了很久之后 有机会会有一波行情 就是由生计股由他来带领大家持续的往前走这样 所以可以留意的就是传产跟这个生计股的部分 那电子股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做的话 只是占比重不用比重太高 大概只有持有大概一部分就好了